一塌糊涂的全面战争三国,Total War,T-H-R-E-E-K-I-N-G-D-O-M-S 5月23日发售,迅速占据Steam党首,真是火得一塌糊涂。 本作发售似乎再次证明,西方人眼光之独到,目前虽然还没有数据支持,但我可以预言一下,帮助本作冲顶少量荡销量党的人中,中国人和西方人及第三国人的比例,应该是五五开, 同时我还要预言全战三国,必将是全战系列中卖得最好的。这结果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,只要了解中国人,那么做中国人的生意,必然本赚不赔。 当此,中国玩家和世界玩家黄欢的时候,不仅令人会有联想。难道中国只能贡献历史素材和消费市场吗? 这种现象在娱乐行业中还有,比如影视界也如此。虽然《战狼流浪星球》等创造了超高票房,但毕竟是个例,而普遍情况,仍然是引进大片占据中国电影市场的核心。 另外,电视界综艺类大量引进版权的本土化改编仍是主流。 纪录片更是如此,魔宝十几年前的BBC或国家地理的模式仍然大行其道。 而舌尖带动的新制作趋势,并没有彻底改变行业,只能说顽固和目光短浅混淆了专业人士的双眼。 更有甚至,把国内电影节变成了家庭聚会一般的内部活动,获奖,发奖成为了内部人士之间的交流工具。 甚至以往清高的主流人士,为了初位也开始雇佣枪手,在自媒体发马屁文章。 何其烦扰。